另外在凤林镇的部分也有减免租金的好消息 凤林镇长萧文龙为了体恤摊商 6月份到11月总共有6个月的时间 凤林镇的工友市场还有曼城公园的美食街摊位租金都是减半的 在疫情进入第三级警戒后 凤林镇中华路市场各摊位也依规定推广外带不内用 因此即使是上午用餐时段 中华市场内的熟食区却只有零星几位外带餐时的客人 市场内60多个摊位的生意是大受影响 有些摊商甚至已经经营不下去 收摊停止营业 凤林镇公所为了体系我们市场的老板 挑战基督安静了 你以前的生日亲母亲 所以这工作就想说 去减基督的资金减多云山 期间的搬远 希望你以后疫情的客户口 再次生日进去台湾前 据了解中华市场摊位租金一个月是2000元 租金减半一个月就能减少1000元的负担 凤林镇长肖文龙说 若是这波疫情还是持续下去 政公所也会将滚动式的讨论 传统市场摊商减收租金的额度 肖文龙也呼吁凤林证明 在端午节连续假期考量本土疫情严峻 恳请乡亲不要到外县市游玩拜访 也请外县市的亲友尽量先别回家 可采用视讯电话等方式 跟家人亲友联系 刚才那天要拜托婉律丰临的乡亲 他们那些买来 希望各位乡亲 母义士夫 老外宣似 安永县 婉律与疫情要专业 要拜托婉律丰临 不如我们有亲亲 他们去遷世 无纏 等于疫情很高级 有这个事情 婉律丰业人天发 記者林杰 鳳林鎮 採訪報導